我們再來看 少柴軌 無柴軌是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吃的 老實講裡面做他也沒辦法吃 如果裡面做他就可以了吃 那就變成他的業力已經改變了 這個臭口 滿口腐爛發臭 一次不能吃 不管是厭口 真口 臭口 基本上都沒辦法吃 他一直在提餓 他就餓不死 他就餓不死 夜報他就餓不死 少柴軌是可以吃 但是你給他饅頭 拜給他的東西 他是吃不到的 他是專食不盡 農學 痰 大便 小便 所以佛祖實在就發生過這種事 有些專門吃大便的 有一個比丘 拉肚子 拉肚子 因為以前的廁所不是抽水馬桶 就是拉在那裡的 之前有人去拉的 就在那裡 然後那個鬼在那邊吃東西 那個比丘太趕了 因為一般你進去 那個鬼就會離開 那鬼就會走掉 然後等你拉完 他再去吃了 他太急了 馬上去 褲子拉下來就 因為他是穿那種不用拉褲子 他直接拉起來就拉上去了 他還在吃 你就把整個大便都拉在他頭上 就讓你把蛋糕砸在他身上一樣 但是他就很生氣 他又害那個比丘 但是又不敢 他就跟我告狀 所以後來 後來比丘建議裡面 要上廁所 都要先扇彈子 可是說我要來上廁所 你要吃飯 你先離開 等一下 拉完 你再吃 中文吃大便的 中文吃小便 那佛陀也記載過說 有一個比丘 然後經過一個城門 看見一個小鬼在哭 他哭得很上去 他就問他 你在哭什麼 他說我在這個城門等了五百年 等不到一口彈 好不容易有人吐彈 他去搶 會被那個大鬼一腳踢開 被他搶走 他都能吃糖 你給他麵包他也不吃到 他都能吃糖 就好像白魚吃木桶 你給他蛋糕他也不吃到 他不吃蛋糕他吃木桶 一樣的道理 所以這些鬼基本上 他是鑽食不盡的 他並不是你拜那些雞 魚肉給他吃 他就吃 那比較高等的鬼 高等的鬼吃得跟人一樣 那有些是吸煙的 像現在有很多人 強調什麼煙垢那種 放那種煙 其實那個都 老實講 你那個只是遭遇鬼神而已 遭遇吸煙的那種鬼神 是並不是好事 那你說大概 當然有些是說 就好像是說那種這一個戶法 其實真正有福報的戶法 也不行那種煙 所以很多人就是要做生意 要有錢怎麼樣 就煙貢 做施食 基本上佛教 如果你要有福報 就不思 就慈戒 這個是最好的 我法裡面講 有一個天子 神就問 譬如天子 他說人追著錢走 錢有沒有可能追著人走 有 只要你有福報 錢就追著你走 你沒有福報 你追著錢還不一定追得到 你有福報 錢是追著你走 就是福報是追著你的 公德是追著你的 基本上是這樣 你如果有福報 第一個 你不會做鬼 那麼 如果你是有福報的 有福報的鬼 你自然而然 會有人來供養你食物 那土地公 不歸得利 土地公也有 因為有比較福報大的 比較福報小 福報小的就小小監獄 你看 偶爾初一之路 才有人去供養他 他會有很 因為他有威得利 他就會比較 能夠感應 那有一些就 天天都很多人 屏東車城 有一個土地公 好大天 天天都很多人 那個 那個吃的可多了 吃的可好了 這是福報不一樣 但是鬼有福報的不多 那是三種而已 那多財鬼 多財鬼 只有多財鬼 他還有分 瘦人祭祀 那有一些是 像那種獅子 他這裡講 是一般我們叫 孤魂野鬼 他也不一定有得吃 但多少有得吃 像牛亂漢 也餓不死 但也不會吃得很好這樣 有一點像人間的牛亂漢 但我野鬼 好 我們來看 就是三種 先來看這個 一百零六葉 他說 少財鬼 多少可以飲食 吃是能吃 但不是吃得跟我們一樣 拜工拜財 這些事情 他的福報不是吃這種 當然 我們如果知道他吃大便 我也不可能給他大便吃 對不對 那麼他自己會去找 蒸毛 臭毛 跟陰 這三種 因為身體的特徵 得名 有的遇到飲食 就化為濃血不敬 或鑽石彈 或史廟 廟石等不敬 鑽石不敬 這一類的鬼很多 大部分都是這兩類 多彩鬼很少 很少 你看 一個香才一個香長 一個春才一個春長 類似像這樣 一陣一類說 大部分都是這兩類 這個少彩鬼 吞蕩不敬以為食物 所以第一個 後面會講到 人死的不能做鬼 第二個 做鬼不硬都是跟吃的共有一樣 也不硬都能吃 也不是說你念咒他就能吃 不是的 尤其大部分的鬼 都是不能吃的 都是吃跟我們不一樣 就好像大部分的動物 是吃跟我們不一樣 只有少部分的動物 是吃跟我們一樣 少部分 極少數的動物 像豬 才吃我們不要 但是狗 狗 也可以吃跟人一樣 但是狗也有吃大貝 也有吃什麼 但是就是 牠也可以吃跟人一樣 有些動物可以 但是有大部分的動物 是吃跟人不一樣的 大部分的鬼 也是 也是這樣 好 那第三個多彩鬼 這跟我們的氣勢有關係 就是我們拜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拜祖先 祖先到底吃得到吃不到 我跟你講大部分是吃不到 第一個 牠已經輪回了 投胎了 每年都牠拜了 牠都不知道投胎到哪一代 你要拜牠那裡吃得到 如果牠做鬼 如果牠做鬼 牠有沒有可能吃得到 如果牠沒有做鬼 牠肯定吃不到 我們每年跟牠拜 像我們還在 我們現在 留下來的習俗就是這樣 中國人比較有 外國人沒有在拜的 那中國人每年都有拜 像我媽媽還在拜我爺爺奶奶 記錄要拜 親民要拜 一般是這樣 至少 至少牠死的那天 牠的記錄要給牠拜 第二個親民的時候要拜 大概是這樣 那有一些 再有多的就是七月 拜 那七月不是拜 這個七月所有的好兄弟都拜 類似像這樣 拜到底牠吃得到吃不到 第一個 我們可以講百分之九十是吃不到 百分之九十以上 因為大部分都投下去了 那如果牠做鬼呢 有可能吃得到 但必須是多才鬼 那大部分是這一種才吃得到 氣者 那這種也不容易 因為牠吃這種 基本上牠是 屍者等一下會講 就是人家已經屍的 怎麼樣 變像孤魂野鬼 這種就不用明白牠 牠也吃得到 你不用牠擺牠就有辦法吃 牠很像牠擺 像土地宮城王猿這種 很像牠擺 你不用牠擺牠就有辦法吃 所以 其實祭世祖先 牠只是聖宗追求的概念 大概只有那種氣者 我們來看 那多才鬼享受得相當豐富 而且吃得跟人 這是可以吃跟人一樣的東西 但是牠們不是整個吃 牠們是吸食那個煎氣 吸食食物的那種 也有三類 一個氣者 所以大部分可以吃的 我們如果祭世祂 如果你的祖先做鬼 然後你拜牠吃得到吃不到 只有這一類 只有這一類 氣者 專受人類祭世而生亡 這跟我們傳說的神道相性 第二個 施者 是以人間遺失的物品為聖 這一類你拜牠 牠也不一定吃得到 因為牠到處有到 那這兩類有時也要遭受飢渴的苦惑 也不是大部分吃得到 如果牠要靠你一年拜兩次給牠 牠再吃得到 那牠也會痛苦 牠又不是吃一次就可以維持半年 又不是 那你也不可能每天拜牠 所以大部分即使是這樣的 還是 因為牠就會叫做惡鬼 只有一種 沒有惡的就是大勢 這一種 大勢力就無歸得力了 這一種基本上是因為過去有慈戒 你說牠有慈戒怎麼還會叫惡鬼 有啊 牠有慈戒 牠有犯戒 但是牠有幾條戒持得好 幾條戒持得很不好 那麼這種人 牠因為持戒有持戒的果報 犯戒有犯戒的果報 比如說牠持某一條戒 比如說不邪淫戒 或是不殺生戒 或是不脫道戒 但是牠殺生戒持得很不好 牠造了很大的殺生 這種也有可能 所以動物裡面也有這種 就是有福棒 有威德力 但是受畜生的血 也有很多有修行的 有邪見的 或是畜生道的也有 牠修行得很好 但是牠都會畜生道 你邪見重 因為鬼道裡面也有這樣的 你看那些 你看那些外道 牠也有修行 牠也吃素 牠也很慈悲 但是有些有邪見 因為邪見害人也很重 或是牠貪心 貪財 但是牠也有修行 這種如果動物軌道 就是天龍八部裡面的大事 天龍八部裡面有出生到 也有 天龍八部有出生到的 就是像龍 蟒神 金刺鳥 那這種都是出生到的 那有鬼道的 夜叉 羅刹 這種是鬼道的 三個道裡面的 天龍八部有三個道裡面的 好 大事 夜叉 羅刹等大力德 享受於天府相見 所以有這種種 而多數的無財 掃材鬼 都是過度的極度飢餓 所以這種惡鬼 鬼道 那我們來看 基本上就是這個 這不能吃 這練得吃 老實講 這是你持受牠眼睛的事 你變 哪那麼好 那你就變多一點 到時候的鬼吃掉就好了 我告訴你 沒有那麼好 那掃材鬼 你共產牠 你用米共產牠變成飯 牠又不是吃飯了 牠是死廟 那也沒得吃 這種是可以 大概這種 這種你不用 這種牠自己有得吃 這種跟這種 基本上是這兩種而已 那這種基本上也不容易吃得到 牠也不一定來 而且 還要牠來還有得吃 牠如果不來也沒得吃 就是說 你共產牠 然後牠有沒有來 如果牠不來也沒得吃 不來也沒得吃 那你怎麼要讓牠來 牠要成為鬼 要讓牠在 那牠就會來 那一般不是燒香 燒香只是 其實是信念 你想牠 那你希望牠來 那一般我們的道教就是 招魂 還是怎麼樣 例如像這樣 招魂是死的時候是招魂 就是說你念牠 你想牠 然後希望牠來 如果牠說鬼 如果牠又是這種招柴鬼 如果牠又知道 那個時候你拜牠 牠才願意吃 那其他大部分是沒有 那剛死的時候那個是中英生 那個其實是不需要吃的 中英生還不需要吃 中英生還不需要 那我們都是大部分 那死了就拜卡佛董 然後就每天給牠拜這些這些 其實那個是 若從佛法來講 還不需要吃 好 所以佛法裡面也有 有人問佛董 這個祖先死了我拜給牠 牠到底是吃得到吃不到 有人問佛 我就說大部分是吃不到 只有少特別 像我們剛剛講 好 那這個是惡鬼道 牠說 那為什麼會做三錯道呢 它原因是什麼 稀有後三不散 惡行之俗感 行為不好的行為 上面所說的三惡趣 稀是由於煩惱三不散 就是都是由於三種不好的煩惱 就是貪生吃辣 照作殺到邪淫等重大惡行所感 一般上殺到淫忘 這裡講殺到淫 那欲戒的貪欲稱慰跟邪淫 三者為不善法的根源 由此煩惱的發動 就是我們叫做動發身口 裡面有煩惱心 然後引發 引發這個身體跟嘴巴去造作重大忌 其實是這樣 所以叫做動發身口 也叫做發動身口 就會做出種種邪惡的行為 所以插古記裡面就這麼說 往昔所造諸惡業 皆由無始貪稱之 從生與意之所生 也就像這樣 惡行成為惡業 行就是行為 行為是身體語言 那如果包括意念 意念引發身體語言 然後就開始有行為 行為不好的就殺到淫忘 那忘就是兩種惡可 忘母欺這種 如殺生有從貪欲引發的 你要吃他的肉 那把他殺了 或是你要他的錢把他殺了 你要他的土地把他殺了 這個都貪 所以為了魔採 有由於稱為而引發的 他罵你 那你生氣你就把他殺了 他叮咪 你不生氣把他殺了 當然這個罪有大有小 如果我們講受戒來講 五戒 根本戒是殺的 根本戒是殺的 那其他的動物 他是可參與的 但是一樣是殺動物 他也有分輕跟重 比如說殺狗殺牛 這個比較 比殺其他的高等動物 比低等動物重 殺一隻狗跟殺一隻蚊子 罪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知道 殺人是最很罪的 但是殺惡人跟殺善人 又不一樣 殺有恩的人跟殺有仇的人 又不一樣 但是殺人比殺動物的最重 殺高等動物比殺低等動物的最重 那如果因為稱恨心殺 跟無忌心殺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業很複雜 非常複雜 他這裡大概講 他說由貪心引發的 由稱恨心引發的 由抱怨復仇 或者一死的怒摩上衝 就把對方殺害 也有從邪見引發的 愚痴 像你必須要 像有一些 有一些 有一些宗教行為 要殺神 氣勢 那這個 像以前 以前這個 其實像孔子 孔子 孔子不是有一次 孔子是 他們重視那個禮節 那忌天都要那種殺 叫做生 犧牲 要殺女 殺癢 那有一次要殺一條女 這條女我很害怕 那個要殺一條女來欺貪 這個殺的要 那個器官就是說 這條女沒犯什麼罪 可是就要因為這個 這個被殺死 他看得很不忍 孔子就說 這個 那這樣不然把他放了 那放了怎麼辦 這個要 這個 這一種 這一種儀式就是要牛羊 要有肉來祭天 可是這個也是很想的 天哪有吃我們的肉 天不死人間淹沒 我們人間吃的東西 跟天人吃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而且天人根本 他要吃根本就不用我們提供 天人不需要我們提供給他吃 佛教界有個還在摘天 一桌一桌 佛教界再一天 愛那麼多東西是天人沒有吃 弗杜給那麼多鬼 鬼要看 講講那種鬼才有個吃 其他大部分也沒有吃 那天人是不吃我們的東西的 天人吃的比我們好不到幾百倍 你給他的東西他哪裡要吃 那不吃 但是那是一種 變成是一種 我們感謝他 不吃我們 類似像這樣 你要感謝他 那你多行善事 多行善事其實還比較好 但是我們會覺得 像是這個 剛好佛教都拜 我都用術的 水果這些 那這些他們也不吃 但是更糟糕的就是 殺身 祭圈 孔子那個時代就這樣 我們剛才講他殺牛 那牛會害怕 所以叫他你把他放 放了怎麼辦 你這個儀式不用舉行 你這個祭典不用舉行 要啊 那換一隻羊 那你換羊還不是一樣 但是他已經顯示他的慈悲了 已經顯示他的慈悲了 但是沒辦法 這個儀式要舉行啊 他就必須要有一頭兩來做犧牲 要換一隻動物來做犧牲 那就必須要這樣 像那種客教人殺那個豬啊 有沒有 雞那個義民也一樣 殺那個豬 變成犧牲 那像有一些人啊 或發誓 斬雞頭 有沒有 那有一些更愚痴的 像有一些做佛像做神像 做神像的都要 你是要買什麼東西嗎 哪一隻蜜蜂啊 或是一隻毒蟲 而且要抓蜂網喔 那個佛像中間有一個洞 像佛教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有 有些佛像也一樣喔 他後面中間是挖個空的 然後他可能會 一般是用蜜蜂啊 蜂網 也有一種其他的動物 但是都是要很有力量的 他說這個才有臉啦 其實這個是魚吃的 這個是邪見 魚吃人 魚吃殺神 然後把一隻蜜蜂 活活的喔 然後蜂在裡面喔 一般神像是這樣子 他才會有臉 那有些佛像也這樣喔 真的 這個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魚吃 他覺得 在裡面喔 那這個神像才會顯靈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這裡我們講的 外道為了祭天而殺牛羊 台灣為了拜拜而殺大豬 那種神像也是一樣 大部分的神 神像 他中間都要 都要有一隻蜂網 有些有些是抓其他的工 就埋在裡面 活活就把他封在裡面封死 那其實都是很不好的 那像這樣的東西就是邪見 魚吃啦 因為魚吃殺神 那麼殺神如此 偷到邪淫也是這樣 像邪淫 就佛教界的密宗裡面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雙修法 就是邪見 就這樣修就會可以成修 那本來佛法佛陀說 雲修是戰道法 你現在把它變成是雲修是駐道法 就變成你這樣修法的會成就 其實不是 那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魚吃 魚吃很可怕 因為魚吃而造罪 他會只造 無力他還會感到慚愧 哎呀我不應該做 但是我畢竟做 他還會有慚愧心 他還會盡量避免 能夠避免盡量避免 魚吃不是的 魚吃是一直做一直做 就好像你 比如說你殺生替神 你沒有錢的時候你殺一隻 你有錢的時候你可以殺一百隻 為什麼 顯示出雲修的全層 你越殺越多 有錢人可以買一千隻牛來殺 窮人好不容易養一隻 類似像這樣 所以他養來殺 表示他的誠意 就是魚吃 那這個是一般 這個是一般 我們舉例講犯殺生 他有貪稱吃 那偷盜血引望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在這三不善根引發的惡業中 喪品擊中的就趕第一棒 如果說定義惡鬼出身來講 定義出身惡鬼來講 比焰比較重 貪稱吃到殺到鹽比較重 就在定義 就在定義 定義前面我們講過 就十八定義 八行八六 各有 就靜邊第一還有十六個小定義 中品的就受畜生報 那定義是非常長 定義非常長 那畜生跟惡鬼也都很長 那畜生道是很多事 幾百事幾千事就這樣 不止說 那惡鬼是大概一事兩事 那地義就不是 幾萬事 惡鬼是大概一事兩事 一事都是500年起跳 一次是500年起跳 那畜生道就是幾百事起跳 如果做狗跟貓 可能就比較沒那麼多 那高等動物可能就比較沒那麼多 那如果是低等動物 大概都是幾百事幾百事 幾百事 就幾百事做畜生這樣 所以它上品極重的 上品就是造惡葉比較重的 中品的就做畜生道 下品的坐在鬼道 那總之不起身重煩惱 不造重罪大惡 是不會墮落這三個月 所以很重要 就是你有很 你有政見是很重要的 如果就算你造了三個月 但是你是知道是錯的 我們知道已經造作的惡葉 怎麼樣才能夠讓它不成熟 沒有懺悔心 沒有懺悔心 這個非常重要 那你為什麼會沒有懺悔心 你不認為有錯 那這個比較麻煩 那本來是親悅 因為你不認為有錯 而且你一直做 它會變重悅 重悅怎麼來的 第一個 你心決定它就能變成重悅 這個故作業必受報 就是說 你這樣做 你就是有意要做的 比如說你殺牛去祭天 殺生去祭神 你不但這樣做 而且你做了還起歡喜心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就分最輕跟最重 受的苦慘跟受的苦短 這跟你的心有關係 你殺了你還很歡喜 因為你覺得你有福報了 所以你殺得很歡喜 這跟你無力犯罪的 就是你想輕量避免 但沒有辦法避免 我很不想殺你 但是你實在是 但是我殺了又會很覺得很 好像犯罪一樣 你說我們要殺我們自己 我就很不想殺你 你不要丟 你趕快走 你不要直接給我丟 就要睡了 你如果讓我睡不著 很不容易把他殺了 就是說要殺他也是逼不得已 殺了之後也是感到 有一點難過 跟你殺人無關係 而且有機會你還會再殺 你要殺到金錢滿一種福報 殺一條一條的福報 殺一百條一條的福報 你怎麼不殺 所以這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上中下屏 下屏我都在二軌道 那基本上有政見是很重要的 所以政見真上不割三二刀 政見真上就不割三二刀 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不曉得因果 然後來看人 人是最重要的 上面還有兩道就是人跟天 但是有人講六道還有一個阿修 一般是講五道 後來才講六道 現在我們來看 人中苦樂雜 深層之枢 人本不鬼本 習俗謬相言 現在要說到善趣的人生 這是我們所最能親近了解的 因為我們都是人 那佛頭時代也有動物變成人 比如說狐狸 野狐 野狐狸 他本來也是人 但是因為邪見變成動物 也有誰是像龍王 他也變成人 有些是這樣子的 這是我們最能親近了解的 受暴在人中 不像三二去的苦風 也不像升天的福樂 人生是苦樂餐長 三二到大部分是苦的 很少有樂 很少有樂 當然少數 像這個 這個國王王后元的貓和狗 因為福報大 福報大 像印度的牛福報也大 蛇廟裡面的蛇 侯廟裡面的侯 那是少數 這是少數 那 像這種鬼一樣 鬼也有些福報大 東部也有福報大 但是這種都是因為 他過去中有一些善業 惡業也很大 善業也很大 所以才這樣 那人 你會做人 基本上他有幾個特質 他有幾個特質 第一個一定是 他的善惡業 基本上都在一個水準以上 如果你惡業造得太大 那麼基本上你是不會做人的 那麼如果你做人 我受到了像畜生 像惡鬼一樣的果報 那個基本上都是花豹跟泥豹 花豹跟泥豹 花豹就是你死了會做散熱道的 你現在先受那種果報 第一個就是你是從 你已經受往散熱道來 還在想 還在受泥豹 那你還在受著惡鬼的泥豹 還是常常肌肉沒有吃 寶命多病 那個是泥豹 就是說你是從畜生道來的 你是從惡鬼道來的 因為你惡鬼道都夜做完了 所以你善業 你忍著善業成熟 你才能做人道 但是你還有惡鬼道跟畜生道的泥豹 所以你會過得像畜生一樣的生活 像惡鬼一樣的生活 那你會過著這樣的生活 那基本上那個並不是 那個並不是說你這個散熱道的 因為你如果是夜的話 你會過散熱道 但是你從散熱道上來 因為人怎麼來的 從天下來的 從人死後做人的 從惡鬼死後來做人的 從畜生來做人的 有這一種 從第一來做人的很少 幾乎沒有 因為第一還要去過畜生惡鬼 基本上是這樣 但是惡鬼在上來做人的 基本上是那種有才鬼 有才鬼 力量比較好 所以他這一次死完的時候 他就會來做什麼 來做人 但做人他還有惡鬼 比如說那種乌云云鬼 就多才鬼裡面那一部分 氣著那一部分 死著那一部分 他死了 他回到火爆死亡的時候 他還有預報 就好像你 就好像你從醫院出來 身體還會有點虛弱這樣 還要調養一個月兩個月 才好 骨頭斷掉以後 還要復健的半年 或末三個月 他才會開始能夠走路 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從畜生到 跟二鬼到上來的 還是 畜生到還是那種比較高等的畜生 才有辦法做人 如果是你低等的你要做人 那個還沒辦法 要從一等到高等 但是當然有些就直接做 魚吃比較重要 直接做一等的處分 那個要經歷很久 這個是不一樣的 但是做人有一些一樣 就是有一些非常苦 這個基本上都是散熱道上來的 就是病疫很少直接做人 就是從畜生到 會惡果到上來的 那麼他還會受這個泥爆 那如果福爆很大的 基本上是天冷下來 他比較一生都沒什麼 比較不熟失不熟穿的 那身體就是有病也不會很痛苦 也不會花很多錢那種的 好 我們來看 那很多還是人來做人的 但是其實不多 但是人來做人的算是比較多一點點 那我們來看 他說受爆 他不是像山熱道那樣苦破 也不是像升天的福樂 人生就是成為人了 這個是苦樂參長 有苦有樂忽苦忽樂的 這對於修學佛法卻是良好的環境 那我們說不是做人就好咧 我們叫做三途八難 三途八難裡面 人還有幾種是不能學佛的 天有一種 三途八難有一種是天 天 這是長壽天 三途八難有一種天 有三種是三二道 其他四種是人 佛前佛後 他雖然做人他也沒辦法學佛 四字變通沒辦法學 茫茸陰陽也沒辦法學 邊地也沒辦法學 這四種也是人 所以人有四種也是沒辦法學的 並不是做人就可以學佛妙 但是他基本上做人是 比較有一些熱的 有苦有樂 但是有一些人也是一生都是苦 熱很少 這種大部分是跟他的余暴有關係 余暴有關係 有些是花道 所以我們要知道 他說苦惡去苦多 所以沒有修學的賢俠 所以叫八無俠 我們叫做圓滿的人生 得無俠人生 天上太安樂一味享受 智慧就會準選 也與佛法不相依 就是長壽天 三二道跟長壽天就四種 三途八難就八種沒有辦法再增上 再增上了 在人間如以刀磨死 越磨越力 有一點苦 有一點苦 因為苦才會產生智慧 你痛苦你才會想 我要怎麼解決 沒有人 你自己才會在這苦裡磨唸出 你遇到這種激性 你才會思維 受到痛苦你才會思維 其實是這樣 太享樂 太享樂 基本上你就會 一般悶著講的 生於悠患死於安樂 太享樂 你不知道要改變 悠患中 你才會慢慢了解到 你要怎麼改變 那時候以刀磨死 越磨越力 所以你看大聖經典裡面 他方的菩薩 一樣是菩薩 他方的菩薩 來到這個娑婆世界 他們的佛都會跟他講 你不要小看娑婆世界的菩薩 他們智慧都很硬 因為娑婆世界比較苦一點 跟淨土的菩薩不太一樣 但是他淨土跟天上又不一樣 天上大部分無欲樂 淨土不是 淨土有法樂 但是也是沒有苦 那是不一樣的 那麼升天如雨 刀切土 越切越頓 這個是比喻 在五趣中 人是深層是舒妙 基本上你往上往下 人才能決定 其他就沒有辦法決定 因為他基本上都是受暴 我們來看 如神田是由於人生積己善業 休息禪天 積善業就到玉界天 修禪天就到色界無色界天 天有三界的 遇界天是修善業 那修不定業 不動業 這個是禪天 這個是到色無色界天 如由天而更像善征 莫由二趣而升天 這都是過去世中人生所做的善業 如果你做出生道然後升天 那是因為你出生道受完之後 那是很少 出生道受完之後 然後天的業成熟 那才升天 墮落二趣也大半有以人生的惡業 六道裡面 我們來看這個六道 五道 那叫五道 基本上是由人來決定的 就三二道 三二道第一二鬼出生 這個是人 這個是天 那天 天有遇界射界 不管 但是你要升天 要做三二道都是人來決定 那你一旦做了三二道 你照散惡業的能力就落了 沒有辦法 老虎吃羊 他也不是照惡業 那是他的業力 他也有 但是他那個惡業的步驟 他基本上沒有辦法 那蛇吃其他的蛇也是一樣 出於本能 這個動物也會照惡業 鬼也會照惡業 但是照惡業的能力都不強 能力都不強 照散惡業的能力最強 累積散惡業的功能最大就是人 那就是人 但是人如果說你是魚吃的 或是你是發狂的 那個惡業也不強 那個惡業也不強 那但是大部分人照散惡業的能力強 從基本上大概來講 法律上也是這樣啊 如果你是精神不正常 那那個罪就比較輕 那但是人基本上是處於一種 他你要過三二道 那這種基本上都是受報 受報 這個也是受報 他的業都是來自你這裡 來散惡業 他的惡業是來自你這裡 然後一旦到三道他就只是受報 那只有少部分的 比如說出生到有一些少部分的 那麼比較高樓的出生 像樓的一種 他也會照惡業 照散惡 天皇八戶這種 那也會照散惡 那但是大部分是沒有造業的能力 大部分沒有造就是受報 那如果第一是純受報 第一是純受報 三二道裡面的第一 是純受報 完全沒有造業的能力 他是純受報 他完全沒有造業的能力 純受報 天人如果是色戒天 無色戒 無色戒沒有造業的能力 他就要搶天在無色戒裡面 沒有 完全沒有 你像飛翔飛翔 八萬代理之後就往下掉 他也沒辦法再往上升 他也沒有造業的能力 他就在錠裡面造什麼業 沒辦法 那色戒還要看 這不太容易 那慾戒可以 但是大部分是享樂 他是受熱棒 受熱棒 那慾戒 慾戒還好還可以 但是造善業二月的能力也不強 他不會造二月 他是造善業的能力也不強 他都是享樂享樂 所以他造善業的能力也不強 除了少數的天人 或是之前有政見的 正出火的這一些 他還未來人間 還要幫助人 天人其實 能過來人間幫助人的護食活法 其實也不多 你看那個道宣律師 他有天人感應 天人會跟送天飯 天人的飲食來給他吃 他就問這是天人 他說那天上那麼多天人 那麼學習佛法的 他們難道都不會來人間嗎 他說天人 就到天上享福 那人間那個味道很臭 天人不喜歡來 他說人間的人有人現 他有豬啦 狗啦 那種很多 就多啦 就很臭 然後他能夠不來就不來 能夠遠離就遠離 未來的就是 以前學佛非常虔誠 然後當然他 但這種不多 這種不多 就好像說有錢人那麼多 願意到非洲到哪裡去發洩呢 這種其實不多 少數錢的 那像一樣 天人基本上 不太會造二月 但造善業的能力也有限 尤其是玉界天比較可以 但是也不多 那三二道定義是純素棒 無色界純素棒 那色界跟玉界有一些少許 少許 那地義純素棒 最高跟最低的就是純素棒 那畜生道跟惡鬼道 有少許造業的能力 那畜界 畜界的天跟色界的天也有 那但是畜界比較有 但是也不多 那主要都是人 所以深層之純紐 人是最關鍵的 人造業的能力最強 造業的能力最強 這個我們必須要知道 所以能夠做人非常不簡單 那尤其又能夠學習國法 你要掌握了這個機會 那麼你未來 其實你未來要去哪裡 要得到些什麼 其實都是由你這一生去決定 這一生很快沒有很長的時間 是人一百年 如果你活一百歲 一般活不到一百歲 如果你活到八十歲好了 八十歲大概前面二十年三十年 你是不知道這種道理的 大部分 然後開始知道道理 大部分都是三十歲之後 像我是比較早知道 但也不會很努力去做的那一種 我們是很早就學果了 但是學果也不一定就懂道理 一開始就是學果也是磨磨磨磨磨磨 就以為我們就送個經 然後念個咒 念個佛 佛就保佑我們那一種 慢慢懂道理才知道 我們在從哪個方面去努力 我們是自己的善業福德 那到你能夠老了當然就不容易做 只是能夠念佛這樣 年輕的時候像現在是正好可以做的時候 就要年輕一點點善業 那麼這個是就是我們未來 甚至一千年兩千年幾百次的善業都在這 都在這幾十年中決定 真的 你未來比如說你要去墮入畜生道 兩百次三百次 甚至幾天就死掉 幾天就死掉是這樣 那大概都幾百年了 都幾百年 鬼道也是這樣 畜生道也是這樣 都幾百年 幾百年以上 那如果第一那就不只 那天也是 那你看到玉穴天都幾百歲幾千歲開始算 玉穴天基本上就是大概 黃道就是幾百歲幾千歲 那你只是在這個幾十年中造個三月會 你就天上就幾百年 如果你射穴天那就變長了 那很長 那都是這個人幾十年做的 幾十年做的 好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人是深層的樞紐 那人 你升天是因為你積極善業 然後休息禪電 這個是玉穴跟社五色穴天 那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 不管你是怎麼升天的 由於人升天還是惡氣升天的 都是因為你做人的時候 成心所造作的三月 如果你是本來是動物 然後你升天 那也不是因為他是動物做了升天的業 不是 這次是動物的前身做了升天的業 也不是那隻動物做升天的業 動物造業的能力不強 他沒有辦法做決定升天的業 是他過去一生中造作升天的業 還是他做人的時候 他還沒做動物之前做人的時候 做升天的業 升天人 一樣 如果他從天上直接掉三二道 像佛經裡面講 有一個天子 十二 因為天人 天人可以知道他怎麼來的 他死到哪裡去 他是知道的 他有天人 那有一個天子 三十三天有一個天子 發現到他五衰象限 他就看他 他死要死到那去 變成一隻豬 他就很害怕 他知道 但是這個天人造了什麼 要墮到豬身 不是 是天人的前身做人的時候 他有造 墮出生道的業 也有到升天的業 升天的業先前手 所以到升天想往無報 就要墮出生道 他升天跟墮出生 都是因為做人的時候決定的 他並不是做人的時候 做三月升天 到天上造了惡業 墮出生道 不是 都是做人的時候決定的 所以你看 也都是人生的惡業 即使是從天上掉落三二道 也是因為之前做人的時候的惡業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不是由於天生做惡 是因為諸天沒有嚴重 天不會造惡業 天不會造惡業 天人有能力 他不會報仇 鬼道 鬼道會報仇 惡鬼會報仇 天不會報仇 天子報恩 所以天人不會造惡業 那社界天他說 諸天沒有嚴重惡行 不會有我們夏天天的殺到慾望 但是也沒有很大的善業 那麼 社界天以上僅有有負無忌煩 社界天在禪電裡面 他也不會 就是他沒有那種特別的惡心 其實是沒有的 這是天府想盡的 過去未了的惡業成熟受爆 如同地獄而生旁生莫過去 也絕不是地獄的眾生造惡業 地獄不可能造惡業 他地獄的眾生不會造惡業 也不會造惡業 非獎跟非獎天的眾生 不會造惡業 也不會造惡業 就是說無色業的眾生 一樣 他說受苦都來不及了 還會造惡業 地獄不可能 那麼地獄做畜生道是因為 地獄的業受完了 還要做畜生道的余爆 余爆 一樣 像忍受畜生一樣的火爆 也是漁爆 或是花爆 這都是過去生中 人生所造的惡業 他說鬼跟畜生 除少數的高級的而外 鬼到高級的就是天能爆部那種 畜生到高級的就是龍王金四鳥丸 大盲神那種的 大部分是不會造作惡業 所以有少部分 其實有少部分 那時候人間的 我們把這一段講完的樣子 那麼人間的無知小兒 私心的狂者 殺了人還不復殺人的重罪 他是有罪的 但是他沒有那麼重 沒有重 何況是多數旁生 比小兒更無知 所以畜生到老虎吃養這種 他還是有業 但是他沒有那麼重的業 他沒有 他是一種火爆場館而已 所以他說 僅憑生得的知能而行動 大魚吃小魚大蟲吃小蟲 眾生界可悲的現象 是不親近 可以有青葉親爆 但絕對不會成為隱略 隱略就是隱身到幼道的業 會讓你畜生 多人生天這種 多是因為人 在其他的道沒有這種名義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這樣墮入善惡道 所以由業力而生成 少數鬼畜 像龍王這種 主要是因為人類善惡業力所遭感 所以人才決定你未來要受狂鬆 畜生到鬼畜都不會 過定一世人類的惡業 斷善根 極惡道連賞取的善根都暫時沒有 不會完全沒有 不會完全沒有 但是他在很長的時間裡面 不容易起 這個一般叫斷善根 也唯有人類才有可能 所以忍得很重要 尤其像我們現在有學佛 知道這很重要 反之修禪定而生天 是人生的善業 能出家持戒修行 了生死成否 也唯有人類才有可能 其他二世不容易 天人少數 天人少數 畜生到也少數 畜生到之時候也能夠修行 那是因為他過去真目的修行 他墮入畜生到了 可是他還保有那個記憶 記憶是這樣子的 因此人生作惡可以惡己 行善也可以善到徹底 約武去生成來說 人生的行善作惡是一個總疏命 所以人是一個關鍵 人是一個關鍵 那一切都由此而出發 上身或下罪 人生是這樣的 應該警惕 不要失去人生 墮落的道 也應該歡喜 因為了生死成否的機會到了 好 這裡重點在講 這個我們要講人生難等經理的 佛法難聞經理的 那麼我們現在能夠得到人生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等 尤其我們能夠了解這些觀念 我們要 因為時間也不多 頂多能夠休閒 大概都是二三十年的時間 我們要趁這個機會 尤其要從慈禧開始 好 因為時間到了 我幫大家主義中的時間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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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